因應國慶連假輸入旅客的需要 台鐵局從10月8號起到10月12號 1.5天全線加開 各級列車達146班 加掛車箱399輛 並且在9月10號的凌晨開始 開放便利商店還有網路電話與銀電票 為了因應及家到來的國慶連續假期 台鐵局宣布 自10月8日至12日1.5天 全線加開各級列車總計146班 加掛列車共有399輛 並在9月10日的凌晨起 開放便利商店、網路以及語音訂票 同時加開的列車包含了東部地區 10月9日至11日 樹林到花蓮的直達優惠復興號6班 並提供北宜100元 北花200元的優惠票價 同時為了加強樹運旅客 10月8日至12日 將暫停發售清止車廂的車票 改以一般車廂的方式售票 另外花東時明治開放訂票的時間 則是9月10日凌晨起至9月12日 而未訂完的車票 則將統一在9月13日起 開放一般旅客訂票 歡迎有需要的民眾 可以盡早規劃訂票 相關加開列車的班次以及時刻 至極日起 也可以在台鐵局的網站進行查詢 記者陳靜寧台東綜合報導